为了给你们做这个实验,已经是我第二次牺牲我的勺子了 最近这个火气电炉收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每天啵啵的时候都会有宝子问它好用在哪 来吧,今天就给你们做个对比 传统的火炉需要用蜡烛来加热 如果火苗太小,蜡力融化的就会慢 如果火苗太高,炉子和勺子就会被烧黑烧化 还有一点我很不能忍 一场啵啵需要换好几个蜡烛也就算了 它还会冒烟,每天啵啵几个小时呛的我呀 但是电炉就完全没有这些问题 只要插电预热后,它就是恒温加热 不需要没完没了的换蜡烛 而且一点烟都不会有 差点忘了,电炉还有个小细节我特别特别喜欢 这里有个小卡扣,它的作用是可以固定勺子的 哪怕垃液装了满满一勺子 只要把火气勺卡在这里 勺子就不会歪,垃液也就不会散下去 而且勺子设计的大小也是跟炉子匹配的 放上去就刚刚好 对了,还得给你们敲个重点 不管是火炉还是电炉 如果垃液流到勺子下面去了 一定要在融化的时候擦干净哈 如果不擦干净 等辣叶凝固了 勺子就会和炉子粘在一起 当你用力想拿勺子的时候 可能就会把勺饼掰断了 就算粘住了也没有关系 把炉子跟勺子加热一会儿 辣叶融化后就很容易拿下来了 这个时候记得要把多余的辣叶擦干净哈 就会把炉子加热一会儿